大家好 大家好 阿曼 我是鄭宏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正知道了 那么中国在中秋节的时候 对台湾下重手 宣布说这个要把台湾的联务 跟台湾的四家 所以禁止出口到中国 然后隔天马上就实施 那小英总统特别出来说 严厉的指责 这违反了 严重违反了 国际贸易的规则 没人这样做就对了 那中国这样的出招 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因应 那等一下我们要来讨论 那另外是国民党的县市长的选举 大家越算越激烈 那甚至于这个张亚中被指控是红统 那另外朱立伦也出来说 他绝对反对称为台湾国民党 另外是这个美国为了阻挡中国 特别把核子动力潜见的技术给澳洲 那这事情也是渲染大波 核子动力潜见到底有多么的优秀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部署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的媒体人 钟年晃 鸿英好 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学教授范士平 范老师 回哥好 大家好 以及台湾国际法学会 副秘书长林廷辉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是来自台东 正社区的农民张震德 张先生 主持人好 各位好 以及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 黄梓哲 欢迎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财经介责姚慧珍 欢迎哥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欢迎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中国突然 突然之间的突袭 突然宣布 暂停台湾的社区 連无输入 说因为发现了大洋屯纹粉戒 这一种戒壳虫 十九发出通知 二十就马上实施 全世界有人这样说断就断 没有人这样不过 来我们来看复习 当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决定 完全不符合WTO的国际规范 我们不知道他做的决策的依据为何 痛批中国又不遵守国际规范 农委会主委陈其中话说得很重 因为中国竞选在中秋假期 突袭禁止我国农产品进口 中国海关总署十九号九点无预警发函给农委会指出 今年多次从台湾输入的世家和联屋当中 检出戒合虫 决定从二十号开始 暂停台湾世家和联屋输入中国 只给不到一天时间反应 刻意让我方措手不及 第一时间蔡总统也下令全力照顾农民 农委会更对中国下通牒 要求九月三十号前提供具体回应 否则将遗状告到WTO 寻求国际仲裁 而中国继凤离之后 刻意选在世家和联屋收成十天前出手 名义上是农产品 实则农农政治为客 国际上外交给我们打压 军事上给我们威胁 现在连我们的农民都不放过 是因为台美关系升温 还是因为台湾自我防卫的力量大幅的提升 只要独裁者习近平想要这么做 你觉得中国需要任何理由吗 立位更分析中国这十几点出手 恐怕也跟欧美相继挺台证明大有关联 但用经济手段打压台湾 农民血本无归 人民心生畏惧离中国反而越来越远 这是我们出口中国 这个最最大最多的这个三种水果 第一个是今年三月 叫修理的翁来 那到现在没有恢复 我们翁来今年生产四十三万公顿 那外销是四万五 四万五千公顿 但是好像中国占四万一 所以总中国的外销量占总产量 虽然大概一成 可是中国的外销量占总外销量高达九成多 其实乞串也差不多 乞串的意思是同样 联母的意思也同样 销中国都是占九十五% 这个联母占九十七% 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年号 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这一招 其实很明显跟农业无关 因为它的产季 大概是在差不多十月到隔年的四月 所以其实在今年四月一后 我们几乎已经没有释迦外销到中国 因为三地就没了 请问你去哪里宴来的借口虫 那个释迦是哪里来的 我是知道中国中国现在有在掌 那个技术好像也是台湾被人家带过去 所以是不是跟翁莱同样 翁莱当中也是 因为中国自己种了凤梨之后 他就觉得我不需要你台湾的凤梨 因为我也要掌 释迦一样的情况 那其实红玉在前三种水果 还有一种我预告 就是柑橘 柑橘也是感觉也是冬天的水果 也快到 因为柑橘也是占台湾外销中国水果的前五名 所以后一步可能是感觉 不然就溜中 可是我觉得这个实质上的影响 他凤梨的时候 大家这个大家因为恐怕到 影响可能比较大 但是事实上证明 我们今年的凤梨出口 其实比之前有卖去中国还要更好 反而还成长 那接下来释迦跟脸部是这样 对脸部的影响几乎很小很小 因为外销中国 占脸部的总产量 大概百分之九而已 所以影响不大 释迦比较麻烦的是 种这个鳳梨市家 因为鳳梨市家比较甜 所以中国人很爱吃 所以我们的凤梨释迦几乎都卖去中国 所以你如果说冬民 你只有种一种凤梨释迦的话 可能短时间之前那个冲击真的会有 虽然总量上看起来不大 但是对于单一的农民 如果他只有凤梨市家的话 可能对他影响可能会很大 这个我们必须要先讲 所以政府的当务之急 就是说除了增加收购之外 然后我们台湾人大家自己多买 还有就是外销 因为我们的市家 曾经用冷冻的方式 在2018年曾经外销到加拿大去 所以是有这样外销的经验 所以今年如果能够可以在外销加拿大 或转单转到其他已经曾经 就是有开放我们市家进口的国家去的话 相对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要真的要看清楚 就是说你 你如果说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农产品 其实台湾的水果 大概平均起来九成都是内销 一成的外销 大概一成里面的九十帕都卖到中国去 当然我知道可能因为台湾较近 然后运输的成本相对低 再来就是说 再加上中国的有一些他故意 他就是统战 我来买台湾水果等等 从凤梨到今天的市家到联屋 我觉得我们已经学到一个经验 这个地球的市场非常大 以凤梨来讲 不卖去中国 反而我们卖的反而更好 日本增加很多 新加坡增加很多 我们现在也可以外销到澳洲去 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政府自己要多拓展 还有各地的县市政府 农会要帮忙拓展不同的销路之外 我觉得农民朋友自己也要很清楚 就是说中国如果要买 我们当然欢迎 可是你不能全部都卖给他 因为中国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国家 老人掌搜捕今天就停的 你也要用时间准备 而且一般照国际贸易的规范是 你查到借壳虫之后 我是通知你台湾说我有查到 请你多久以内要改善 如果再不改善的话 我们可能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都没有 所以我请教慧珍 你是这个知名的财经记者 这符合国际贸易的规范吗 其实很少见 非常少见 尤其是我刚刚特别查了一下 我们光是从释迦跟联屋 今年上半年 上半年销到中国去 发现有借壳 从这相关问题的 一个是释迦是13件 连56件都是不到1% 这么少比例 你竟然就要把它喊停 这其实是非常的罕见 而且竟然是在 说发现隔一天立即开始就喊停 那我觉得为什么 那国际的惯例是 不然什么时候喊停 可能就是会开始 双方进行一个协商 协商然后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你可能来的次数 已经有一些瑕疵的问题状况 你要必须进行改进 改善之后 经过几次之后 才会有一个进行申诉 或相关的动作 但现在你知道 问题是在于这个借壳 这个借壳从一般发现到 你其实可以用真物的方式 把它给清理掉 用绣化琴去寻针 对因为它这个 其实不是长在水果里面 它是在表壳上 所以其实其他各国 就算发现 也不会以此为而借口 然后就直接中断掉 这个是主要的问题 所以你光从发现这个 所谓用借壳从这个理由 而且发现率是不到百分之一 百分之零点几个状况 就禁止要喊掉 目前为止 他们估计取来一年的损失 可能要大概四十亿 那我觉得这个很明显 它从头到尾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在经济 不是在农产 而是在政治 因为像这个农产品 它虽然产值小 但是它牵涉的 其实都是农民 而且农民 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讲 大家会对于农民 会比较说 人家就是靠天吃饭 所以它对它的整个生计 会产生很大影响 它所引起的一些 大家的关注的注目程度 就会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 从上一次的一个凤梨事件 到现在的这一次 联务跟世佳 尤其是你知道世佳 世佳虽然刚刚就是 在红云哥里面的表格 凸显出来是 它的外销 占整个总产量是23% 可是如果是以凤梨 世佳这个品项的话 其实是几乎所有的凤梨世佳 都外销 台湾的大概1.4 1.3万 1.4万公斷的凤梨世佳 光外销就1.3万 而这外销到中国去的是高达 比例是96% 人家说往哪里走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选了这个东西之后 会在台东这边引起 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再来就是说 它的转单 在现在一下子之间 你要转到国外去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尤其你过去96%都是在出口到中国 第三个是这个产品在台湾 因为我们习惯不要吃那么甜的 然后凤梨世佳真的是太甜了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在内需的话 一下子要承受这么大量 跟进警战轟来的事情 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然后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 他们就在讨论说像连雾 连雾这一次受创没有那么深 因为连雾其实 我们知道 它的外销的总产量不到10% 大概9%多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们之前就有讨论过说 他们在2016年 发现中国会禁制 就片面说 你这个鱼有问题 我不给你禁 他们发现这样子的情况太多 太平凡 所以台湾是黑金刚 他们在那时候就开始采取 所谓的外销多方向的外销 以及就是在台湾 因为台湾人比较喜欢吃 所谓的那个黑金刚 但是子弹 你现在看画面上 这种泰国总的子弹这一种 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出口 就大概4800公吨是出口到中国 比较没有其他市场 所以这一次 你种那个黑金刚的那个农夫们 他们就会说 他们有预防 他们提早有预防 中国会有这样的动作 所以他们提早去分布 所以这个某一种程度上 我觉得也是借由这一次机会 可以让我们的那个种植 凤梨世家的这些农民 一个就是说 这一次转会很痛 可是你转过去之后 其实慢慢的 你反而会走出更宽广的路 好 刚慧珍说如果真的有从不能说断就断 就要两边协商 是 陈吉仲农委会主委今天说 我方在昨天下午已经透过海峡两岸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的平台要求中方取消禁令 如果九月三十号之前 也就是九十天跟我方展开技术性对话 如果没有那将循 WTO的管道解决 可是截稿前未获中方回应 我跟你说 他不会给你回应 他说这是中国祭出凤梨禁令以来 也就是今年三月 台湾第九度要求技术性对话 但是中国对二月二月发出了凤梨禁令 三月开始停止输入我国的凤梨 台湾已经八度要求中方进行技术协商 但是都已读不回 未获回应 听伟兄 为什么不回应 这个我要讲一下 就是说这一次看起来蔡英文政府是比较硬起来 为什么 他提到后面说 资商未果情况之下会诉诸WTO的这个诉讼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他要成立之前 一定要要求各个争端当事国之间 先做资商的动作 资商不成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要求成立这个解决小组 争端解决小组 所以看起来在上一次的凤梨事件当中 去要求对方智商 但是没有到WTO去做这个动作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似乎给他一个时间 就是九月三十号 九月三十号之间 未果的情况 因为他说要寻正常管道 正式管道 这什么叫正式管道 就是我们驻WTO的代表 跟他们WTO的 驻在WTO的大使 来做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互动 那如果九月三十号 没有办法资商的话 那就是要求成立正端解决小组 那个时候呢 WTO只有采取负面共识决 也就是说 除非全部大家都反对 否则的话 这个小组一定成立 那小组成立的话 我认为 中国今天是笨到任何什么地步 为什么 前些日子不来讲说 他要加入CTBBT吗 结果澳洲被制裁的澳洲 就跳出来第一个奖 那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你今天就在于这个 用政治的理由 然后去用经济手段 来制裁澳洲 结果你澳洲 修理矿业 修理我的龙虾 修理我的红酒 红酒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求澳洲统一 让你加入CTBBT吗 那有可能的事情 WTO不就是2002年 那时候让你加入之后 结果你后面 全部违反WTO的规范 美国就是要修理这些事情 结果你今天自己又跳下来 然后自己又搞这一招 你不要忘了台湾也是WTO会员国 也是可以集结所有国家修理你 之前美国现在贸易代表 那个贸易代表总署 那个代表就是戴琪 戴琪他之前就是结合台湾 还有其他国家 修理你的稀土不是吗 你不是说因为钓鱼台的事情 所以你稀土拒绝出口吗 结果这个再用情况 就是很多国家 你二月的时候搞一个凤梨 结果二月搞凤梨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戴琪 他们还没被人民上台 对不对 拜登刚上台而已 结果那时候搞这一招 结果我们看到 日本你看日本本来在去年的时候 他的这个产量 就是说买我们凤梨的 只有两千多公顿 结果到今年来讲 只有今年到八月而已 还没到年底 已经暴增到一万七千多顿 那代表说你现在 世家联务 接下来我们当然也会多元化的市场管道 一定要分散出去 所以我是不晓得说中国决策者你在想什么东西 你一方面要去加入CTPP 然后一方面又制裁人家 然后你现在要搞用WTO 我们今天如果今天到WTO去的话 你相信那些其他国家会帮我们 你下面戴琪会不会出手 我认为戴琪就趁这个机会来修理你中国 看你中国怎么办 所以你现在不是自己把自己这个搞犯了 但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用中秋节 会不会跟国民党的选举是有关系的 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根本就有关系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看朱立伦第一个先跳出来骂谁 骂民进党 骂民进党嘛 他不是骂中国嘛 你今天丢一个礼物下来之后 国民党骂民进党骂谁最凶的 可能就获得比较多的选举 我就在操作国民党内部的选举嘛 所以这个时间点根本就不符合他逻辑 因为说他一方面说要加入CTPPT 然后被澳洲修理之后 结果现在不应该是处理这个联务跟释迦的问题 结果他今天故意来这个时间点来丢这个东西出来 不是跟国民党党内选举有关吗 好 田卫兄讲的 因为朱立伦今天这样讲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说 这是民进党让农民惨遭备套 是抗中保台呢 还是抗中害台呢 民进党请说清楚 记住接下来才是重点 他说朱立伦说 台湾水果当然没问题 他也知道借口只是借口 现实就是两岸的政治因素 蔡政府明白人装糊涂 不愿意面对 请教一下子德兄 既然农产品没问题 修理的是中国 这两岸关系自从这个蔡英文上来之后 当然就几乎是风解 这个两岸关系不好 造成这个农民 甚至事实上两岸的互动 协商几乎都中断了 这是事实 那我坦白讲 我们当然不希望农民受到伤害 就是说两岸关系 是好是坏 其实农民的权益应该被保障 那所以很不幸的 的确啊 我也不认为台湾水果有很大的问题 大到要被停止 出口到大陆 用这样比较极端强烈的方式 那换言之 那反过来讲 那就是政治 可能是背后有些政治考量 或政治问题 那政治考量 那当然就是高层 我意思说 那当然就是民进党执政后 跟两岸关系 互动相处的结果 那受害者反而是 这个辛苦的农民 那所以我们当然也觉得 这些农作物我们都不舍 因为你要受不了 那个是他一整年 辛苦耕作的结果 那我不愿乐见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民进党政府这一次反应 我认为很怪 第一个我先讲 刚才特别提到WTO 大家我请问一下 上次我们凤梨被禁止 出口到大陆去 我们有向WTO申诉吗 没有 为什么 WTO讲究的原则是什么 平等互惠 那事实上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禁止大陆农产品 六百多项 这个什么 进口到台湾来 换言之某种程度 大陆给我们 某一些这个农产品 可以进去 甚至是零关税 甚至有一个很快速的通道等等 那是一种让利 那个什么 民进党要解读说 那个是统战什么都好 可是问题是农民受益 他们一看就钱了 这是知道的 两岸关系不好 这些都没有了 那WTO你要去申诉 怎么申诉 事实上这个本来就是不公平 他既然让利 给我们了 那当然就是一个不公平的 事实上是对我们有利的 所以为什么农委会上次 根本就一开始说 我要去申诉 后来大家发现没有 那这一次会不会做 我不晓得 但是你申诉有没有效果 我要说回过头 问题的本质 假设我们输出去 不管到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有什么 这个什么农药的残留问题 比如说之前我们这个什么 外销到日本的香蕉 不是有这个农药的这个抽标吗 后来被销毁 我们纽西兰 卖到纽西兰的这个芒果荔枝 也有那个害虫 到现在还被禁止输入 那我意思说 我们针对这些问题 看能不能坐下来 两岸好好解决 就农产品的问题 本身是解决 不要牵扯到政治 这是我们希望的 那如果大陆硬是要搞 那坦白讲 这一方我们会比较弱势 我要讲的就是说 民进党政府与其生气 不如争气 因为你从上来到现在 就一直告诉我们 市场要分散 鸡蛋不要放在 同一个篮子里面 我今天带一个数字来 我们农产品出口 大陆的市场 always第一 从2016年 我们看一下 2016年整年 是大概9亿 占整个农产品出口 19.4 到了去年2020 20.7 中间还要更高 那我要讲的是说 你不是告诉我们 鸡蛋不要放到 同一个篮子里面 甚至陈吉东告诉我们说 之前凤梨被禁以后 他就有预感 后面四家联务 都有可能 那结果搞一搞 我看了一下 我们这个什么 外销到大陆的 这个四家联务 占我们一个九成五 一个九成七 换言之 那东西几乎都是卖到那里 那我意思说 其他国家 我知道 那个农产品 这个外销有增加 比例 五百多 怕六百多 另外那个基期很低 因为之前都没做 所以你今年看数很高 可是整体而言 就是大概就是两成 所以你要说 就是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 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 就是九二共识又另外一个问题 你不要九二共识也OK 那你能不能有其他的共识 能不能有其他的政治基础 让两岸关系和缓 那这个需要政治智慧 那就是另外一个大问题 但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不愿 坦白讲 我猜 这搞不好 不会是最后一个 一种水果 搞不好还有其他水果 那我们要防范围未来 赶快把我们的水果 或是我们市场 分散到其他地域 这是农委会要做工作 我们还有一些外贸协会 经济部等 这些都是要可以做的嘛 如果下一次再遇到 那手头的果然就不怕手 要做烘烤 我觉得紫泽兄 这个观念自换自换还蛮厉害的 那是乾坤大问题 第一个 上次为什么凤梨不提WTO 其实上一次本来就有在讨论 那后来为什么 没有提 那不就是对中国释出善意 我们两岸有协商机制 你先来谈 要不然你看澳洲 最近红酒就提WTO 那澳洲已经没放中国赛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农产品 大家都知道分散市场 可是你知道农产品分散市场 因为农民不是自己把农产品 包一包送到港口去卖 他们有中间有贸易商 有些可能是弃作 他弃作可能签约 可能会签好几年 如果贸易商说 我是贸易商 我就只能卖中国 那你叫农民说 你中国我买 我一定要买美国 那不可能会有事嘛 那政府也不能禁止说 水果通通不准卖中国 他需要时间慢慢去转移 再来提到WTO的平等精神 中国这个做法 就是违反WTO的平等精神 今天不是台湾不协商 刚成吉仲讲 第九是要求他协商 由今年三月到今 中国有你插入 没有 没你插入 WTO的平等精神 并不是说中国开放我们的农产品 我们就要无条件开放 他全部都开放 每一国都有保护自己的农产品 为什么台湾的芭蕾 美国也是WTO的会员国 为什么台湾的芭蕾到前两年 才能卖到美国去 就是因为他中间 因为农产品 本来就是WTO 最难谈的一个项目 有农业的问题 有这个病虫外防治的问题 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所以你不能说 我们禁止中国六百多项 所以好像中国禁我们的凤梨 禁我们的私家 禁我们的人物 就完全合理 一码归一码 六百多项是大家谈出来的 那既然好 你要开放我们的凤梨 也不是我们去求你要让我们进口 你要开放 大家照着整支来 日本对食安把关够严了吧 日本查到芭蕾蕾 他就是秀化甲薰针 因为薰针秀化甲 那些芭蕾蕾就没去了 哪有人说明明到现在为止 中国到底有没有查到芭蕾蕾 我才不敢肯定 那是他说的 然后说第二天 他还没有拿出科学证据 然后第二天就是有 过几天他会拍几只芭蕾蕾 给你看 到底是哪一批 我们也不知道 没有说那个 今天讲明天就停了 这个绝对是违反WTO的精神 是 不过我讲这个话 所谓的平等精神 并不是说中国你这么大 我可以进去你那边 你就可以完全来我这边 这样这个 我们这个小国就完全被淹没了 你听懂吗 因为他可以请销 是 价格跟你说得到 WTO的精神不是这样 其实是有一些设限的 当时的谈判就要谈好了 不好意思 芭蕾老師 我觉得这就是看得出蓝绿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了 朱瑞伦的说法就是说你就去跟中国承认九二公使 我们就可以恢复谈判嘛 恢复谈判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嘛 那逆党的方法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增加我们市场扩大化 多元化而不要把完全依赖中国 因为如果按照朱瑞伦的说法 那澳洲现在应该赶快去跟习近平下跪啊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中国这个说法是很笨啊 刚挺会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要这样干 没办法他有个习近平总加速师嘛 总加速师是一种讽刺啊 本来是说习近平加速 结果这个中国往前面前进 结果刚好相反 但这个加速反而让中国走向毁灭 这个东西不是很笨吗 如果我们凤梨扛得住的话 我认为政府这是有底气的 联屋跟释迦应该是没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有多经验了 而且现在日本人都在网上搜寻什么释迦 日本人现在收集联屋 也不能给他网友很可爱 赶快出口来给我们 这些水果我们都没有吃过 日本很少见 日本很爱吃我们的凤梨四家 所以我觉得 其实三不转路会转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今天搞这个东西 第一个完全达不到制裁的效果 第二个只是引发台湾民众的厌恶 第三个只是引发全世界对他的批评 脑袋在想什么 所以我真的觉得有这种敌人 我都不太 我都很放心 他的判断能力是这样 他的研判能力是这样 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些 我相信这一定是涉台单位 或者农业单位 为了要揣摩习近平的上意 你是总加速师 我们就把你的油门踩到底 来玩这一招 可是达不到效果 澳洲就有底气了 我今天虽然我一短时间 我会受影响 因为你这个国家的市场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 你就是完全被政治所控制的 我觉得如果因为这样我给你低头 那我脖子被你插得更紧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反而是让全世界很多国家看到中国的真面目 中国要加入CPTPP的可能性 我必须要讲几乎是零 好 那这个就是中国所指控的 他说我们的涉及跟我们的烟雾 有太平洋屯纹粉戒壳虫 就是这个 台语有什么 台语说有很孤行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郑德雄 你感觉中国真的这个事情 所以把我们的 就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郑德雄 他在台语做王来社区 也有做普通的社区 那大概做差不多七分左右 那你相信是这个股心的问题吗 如果是的话 你要想 其实从去年释迦开始 采收的时候 接近过年这个时间 其实有一度的时间是 大陆这边有提出这个相关的问题 对那时候稍微有停一阵子 但是那时候价格就马上就跌了 对那时候新闻又有报 那如果是真的是这个宠的问题的话呢 应该是在于这一段采收期间 就是应该要有相关的 这一个说法跟做法 不是应该到现在离这个产季 大约在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就快到了 才突然有这个做法出来 对于农民是会措手不及的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这样突然之间这样 这个不得不想到可能也是跟政治也是有一点关系 虽然这些问题在于我们农民心里知道 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概念 但是知道是一份工作之外 虽然知道他们有危险性 但是这种长久经营性的这个果树类 不是说马上可以转齐还是转换这个种植就可以马上 当然当然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继续保持这个 这个有可以外销的这个空间空间 现在中国这个禁止我们的释迦跟连物出口到中国 那上边的翁来好 台湾人都很支持 我们的外销 日本外销国家也成绩很好 那这一次我们怎么来 这个旧盛产的释迦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说上一颗颗颗翠绿原论的释迦 眼看再两个月就要采收中国信令一下 真的亏可大 这每一个农民都给他的亲戚 他的朋友 同学都可以帮我们赶索 释迦即将收成 中国却无预警禁止进口 总统脸书呛名会帮农民讨回公道 一直在思考 都是如何的不悲不亢 不受别人的支配 为台湾正确 最大的利益跟支持 我想这是很明显的政治操作 这段时间的不友善的行为 已经证明 那么中国对于各种国际的 这个文明游戏规则 是不遵守的 外交部长吴钊燮 推特火力全开 直指中国将贸易当作武器 还想加入高标准的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这是笑话吗 中国选在释迦成熟之际突袭 复制了之前的凤梨事件 还真印证了当时网红吐槽 可能的惯用手法 你今天就凤梨 明天就释迦 那后天呢 眼看中国把水果进口 用政治操作打压 日本再度送暖 有网友纷纷推荐 说不然出口到日本吧 所以台湾里的农牌检肥种 会持统加热 越加热 就还可以他们就在另外一个 提供 Tele��� 第一次 我們不用把所有的農產籍團銷口 放在中國這個來源 儘管目前對岸對我方要求 給個說法還是不讀不回 目前只能左手致救 再想辦法請求外援 這是中國把我們封殺連霧 我們出口連霧 到中國一年大概是5億台幣 封鎖鳳梨世家出口到中國 大概十一億七的台幣 兩個加起來是十六點七億 上面的翁來 這個出口到中國 大概一年大概是十五億左右 換句話說 其實總和共的加起來 差不多三十億左右 三十億左右 三十億說起來 這個對我們的政府 當然影響不大 但是對農民是有一些影響 那我想再請教宗德兄 你覺得說你希望政府 跟希望台灣變成怎麼來幫忙 現在事實已經擺在眼前 是一定要先度過這一波困難 對那如何看如果第一 一定是這個外銷市場開發 再開發 那再第二的話就是做一個轉作 看是有什麼類似也是台東四河的水果 這個幫助我們農民來做一個轉型 你剛才說你差不多政策七分台 往來設計 對 你都交給大盤嗎 對 大盤還要出口 對應該做一個包裝 對做包裝廠 你簽多久 其實沒有做簽約 每一年收購一次 對他們都會來收購 不好意思 七分台差不多收購多少 如果正常 正常七分台差不多六七十萬左右 差不多 六七十萬 你這樣幾年了 從小做執家到大 是喔 一直做執家 對 市場越來越好嗎 早期好 現在是走下坡 為什麼 應該是說這種技術外流 應該多少一點影響 再來就是 其實在於廣東這地方 海南那邊 其實也有種子這個鳳梨四架 對 只是他的產期 跟我們是有錯開的 對 但是農業技術來講 其實還是台灣 真的我們台灣真的是農業技術 很專精 做得很好 對 這個其實要相比的話 是略勝一籌 對 但是 我們的公司比較好吃 對 比較大一點 對 果實飽滿 甜度也很高 為什麼他們種不出來 氣候關係也真的差很多 你看像 其實像台灣這樣子 就只有台東 台東 對 這地方比較最適合 你在往北一點 花蓮其實就沒了 對 屏東的話 像帆風吹斧 跟他的氣候關係 其實你看差一個縣市而已 就差很多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來 進去 蓮霧集貨廠內工作人員忙個不停 小心翼翼的把這一顆顆 散發紅寶石光芒的黑珍珠蓮霧 透紅佳人裝箱 貼上貼紙飽滿果實 準備搭飛機遠征加拿大 2020年屏東蓮霧外銷 就像辦喜事一樣 持續拓展出口市場 就是擔心中國大陸下禁令 還好雞蛋 沒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這幾年我們為了分散風險 所以我們也激起在 開發其他的外銷市場 比如說香港 新加坡 越南 還有我們的加拿大 對外尋找新通路 針對蓮霧保存超前部署 加優格都很好吃 蓮霧做成果醬 吃得到大塊果肉口感 能夠搭配優格或麵包享用 看好冰品市場的商機 蓮霧做成冰棒 果肉同樣吃得到 成了未來研發主力 今年在研發出來的 有我們的蓮霧冰磚 還有蓮霧冰角 然後我們的蓮霧雙麒麟 這個都是屬於我們 屏東熱帶這邊很棒的 一個水果冰品跟加工品 設法延長鮮果的保鮮期 各種加工品自成品牌 遇到中國真的突然下禁令 農會和果農一起找辦法 打開新市場 自立自強 那這邊中國把我們修理的 包括蓮霧 那蓮霧在屏東種最多 現在我們就要來連線 屏東的這個立法委員 莊瑞雄莊委員 看農民的歡迎到底是什麼 莊委員你好 鳳怡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那你姓胡斌是什麼 獨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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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爭的傳長 傳長 這個我們果菜合作社的主席 是是是 那這邊中國把台灣的蓮霧這樣修理 那歡迎什麼看 歡迎 我從來的掌握到 就正蓮霧的大家 搖擺到齊了 就是說我後面蓮霧 這蓮霧 這蓮霧在開火而已 大家蓮霧開火 開到一趴都一二十類了 大家就請工慢慢 把一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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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趴一趴一趴 一趴七趴 現在就跟你說什麼 為今天開始 台灣的蓮霧和社群 就不可以 外消費到中國 大家聽到也算得出 大家覺得莫名其妙 現在就沒半個 剛好說 50天後 台灣的蓮霧不可以去 大家就覺得莫名其妙 大家都很生氣 這對農民的影響有大嗎 屏東的這個 種蓮霧的農友 心理層面會比較大 就是因為大家也知道 現在蓮霧就沒開始收 他有什麼衝擊 但問題是說 50天後 這現在就 畢竟一年消費到中國那裡 屏東只有蓮霧減七趟 又消費中國那裡減九十趴 四千幾趟 現在政府剛才出來說 可以多處理千多趟 但是還有三千七百多噸 這個如果是全部 再回到國內的內銷市場的話 對蓮霧的價格會有衝擊 雖然一年的產值外銷才五億多 但問題是 對這些政靈無農來說 對他們是很大的 衝擊大家 心肝頭也會煩惱 所以政府就要再想辦法 只要一千檔 要計劃社會一千檔不夠 要從中國那四千幾檔 要全部想法都吃起來 或是要去積極開拓國外的市場 或是更多電商平台 大家獲得一年的三龍 把他接下來之後 對農民來說 他們心肝頭也不會怕 你覺得 阿公的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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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五億多對他來講 對我們台灣來講 真有什麼 我如果來做政府 我如果做中官五億多 我就中美中修就好了 但問題就是 你看到他說 林務還沒出來 他現在就開始跟你說 為今天開始都不能去中國 這個看一看都是政治層面 農民先讓你怕 為農產品給你下手 農民確實會恐慌會擔心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 不是針對農民的打壓而已 這個其實是針對台灣的打壓 農民也都知道 不然農民都想說 那是正少的 五十天後 哪有林務 你現在在加金 說我的品質在爛賣 上面有借殼蟲 借殼蟲就是在鼓形 說上面有鼓形 我連發告都還沒發出來 我現在要拿鼓形 因為聯務和其他不三天 他這個仙國很驕貴 這個文書太久也不可以 要有兩年 所以 銷種的價值都會很高 那身份都很高 但是 我們現在也銷到荷蘭 也銷到英國 也銷到加拿大 所以這部分 靠農民沒辦法 這部分真的就是要靠政府 靠譬如說 你說近年 翁萊沒有中國也給我們金 是 去年翁萊賢臺灣的翁萊優數以來 各相關價 今年 中國給我們金打壓 沒要給我們賃口 後 今年翁萊介紹 比去年優數以來相關 一公斤再加兩塊 所以中國給我們打壓 政翁萊送到要靠北 說今年比去年還好 所以政府積極去處理 政府他其實是有能力 所以我們可能要透過補貼的方式 去積極開拓海外市場 我認為 總之五億多 紅色還沒有死人 我認為政府比較積極來挺農民 以後 中國就沒有補貼 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就是 積極來 再來就沒有 其他另外一項就是 還有五%以外 這四項中國如果打壓 把我們這樣子打壓不成以後 台灣的農民醫院 就沒有在操練 你什麼在中國 你要打壓做你來 是 這個中國這樣修理 今天有可能到中國 國民黨主席的朱立倫說 民進黨不是抗中保台 是抗中害台 你覺得農民說 又綽合又落又選 他們是選共產黨 還是選民進黨 還是選國民黨 第一黨也選共產黨 你農民知道 你朱立倫這樣說話 國民黨的人 要選當主席的人這樣說 再來大家就想到 你這個要求國民黨 共產黨給我們農民搭 還沒選擇 你選擇不停農民 你選擇 他就算要抗民進黨也可以 但是你共產黨 你也要抗兩句 那是共產黨始作雍則 你竟然沒有跳出來 做會停農民 這個國民黨 銀河要做董主席的人 這種言論這樣繼續下去 我們農業線 他要拿票再再來 後來這樣 是是 這個我們非常感謝 總委員和純丁佩 和理事長 跟我們連線 祝你近年再奉修 大家要支持練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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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今天 趙紹康 中廣集團董事長趙紹康批評 最近蔡政府外交小動作不斷 台灣農民就先受害 這個民進黨立委 洪森汉 洪森汉緩酸 趙紹康殺氣騰騰 主的戰鬥欄 其實就是戰台灣 貴北京罷了 洪森汉反問趙紹康 到國際上結交更多像是捷克 立陶宛 波蘭等民主理念相近的朋友 這就是外交小動作嗎 這在刺激對方 自爽嗎 希望我們的朋友以台灣為名 來稱呼自己 這就是外交小動作 在刺激對方嗎 洪森汉問 交朋友用自己的名字 居然被最大的在野黨批評為自爽 如果連朋友都不能交 自己的名字都要遮遮掩掩掩 很明顯在你心中唯一在意的 只有北京爽不爽 臺灣膝蓋夠不夠軟而已 請教一下廷衛兄 我們這樣交朋友 這樣說是外交小動作嗎 對 今天我們交這些朋友 慢慢的你會看到 再來歐洲的朋友 要怎麼買台灣的臉部 還是說釋膠 你怎麼說 因為我發生了一個數字 要來歐洲嗎 沒有歐洲 因為我把去年到今年調查 去年的數據到今年 其實有這麼不一樣 英國跟歐洲聯盟 其實今年一月到八月的時候 有買一些 就是可能在年初買的 買一些蓮霧跟買一些世家 就是說他的那個量不是很大 大概只有大概一公噸左右而已 大概兩公噸 代表什麼意思呢 有市場潛力的 你再加上今年狀況 歐洲立陶宛從立陶宛開始 我們在立陶宛弄一個台灣辦事處 結果中共就要打壓他 不是嗎 然後東歐國家斯洛伐克捷克 然後甚至於波蘭 都要送我們疫苗 然後你再看到整個西歐國家 現在裡面提到說要跟台灣簽什麼 投資貿易協定 去年不是跟中國要談判完成 中國跟歐洲的投資貿易協定 結果他胎死腹中 因為中國太過分了 所以今年來 今年來講的話 有這個台灣跟歐洲的投資貿易協定 可能會開始有進行一番討論 然後接下來我們在台灣 跟歐洲之間的這個台灣辦事處 或是怎麼樣 可能會證明 因為美國那邊如果證明完成的話 可能歐洲這邊就跟進了 所以歐洲是有機會 政府要幫忙就是冷鏈技術 還有包含這個所謂的相關的這個 農作物的這個所謂的病蟲害 達到他們歐盟的標準 那這樣大量進入到歐洲去 我跟你講 光是一個歐洲聯盟的這個市場 那足以取代整個中國大陸好幾倍的市場 因為第一個 他們的那個消費能力很強 比中國大陸還要更強 中國大陸還有一半以上 不只一半以上 都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誰會去買台灣的東西 對不對 那在歐洲聯盟 那麼多人 然後你他們消費水準 又比較高的情況下 如果歐洲市場打得進去的話 能夠早就已經取代了中國市場 是是 黃老師 我們這個剛好立陶宛的這個 台灣代表處快要成立了嘛 我是建議外交部就帶一些世家 帶一些這個我們這些水果 連霧直接去立陶宛 要不要品嘗一下嘛 搞不好就帶來新的商機也不一定 所以我真的覺得危機就是轉機 那過去嘛 政府他的想法就是 反正我們就靠中國 我們公關科也靠中國 我們什麼都靠中國 好像就OK了 所以你這樣才看到 原來這個是很可怕的 這像吃吃馬肥吃鴉片 你越吃越重嘛 所以我們如果有把它戒掉 我們再去找到新的模式 新的做法 才能夠真的海闊天空 否則你永遠就是被中國 他的